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公元的1422年 西班牙人就在他们的亨利王子的支持下 在非洲的西海岸建立了一个海外殖民地 到了公元的1492年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30年以后 也就是公元的1522年 麦哲伦船队第一次完成了环球航行 世界由此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而在这个时期 我们中国的大明朝又在做什么呢 公元的1368年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定国号为红武 在红武二年 朱元璋就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 海禁 他下令海边的居民全部内签 海禁作为大明王朝的基本国策 也一直被朱元璋以及朱元璋的后晒子孙们坚定不移的执行着 一直到了龙庆元年 也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才终于在现在的福建漳州的岳港开了那么一个小口子 算是部分的解除了海禁 海禁从红武年到龙庆年总共经历了差不多190多年的历史 明朝的国作也不过就是200多年 所以可以说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海禁的状态之下 最近新播出的古装剧《锦心思域》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事情 剧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在历史上是查无此人的 男主人公也是一直致力于解除海禁 到最后也算是如愿以偿 所以说具体这部剧的历史时期应该是着落在嘉靖皇帝和龙庆皇帝之间的 因为到了龙庆元年就解除了海禁 一提到这皇帝的年号啊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有点头晕 明朝这16个皇帝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连在一起 其实一点也不复杂 在以前的那部剧《大明风华》中已经提到了几个皇帝 后面呢 我又讲了几期视频 也是关于后面几代皇帝的 所以都联系在一起 再加上几个皇帝 这16个皇帝 我们是很容易搞清楚的 我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稍微的顺一下 排拍作词 第一个当然是明太祖朱元璋 后来朱元璋传位给了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文 后来靖难之变以后 朱棣取得了皇位 朱棣传位给他的儿子朱高智 就是明仁宗 明仁宗又传位给他的儿子明宣宗朱斩基 明宣宗又传位给明英宗朱祁镇 土木宝之变以后 朱祁镇被废掉了皇位 由他的弟弟朱祁玉来担任 这就是明代宗 这几个皇帝呢 在《大明风华》这部剧里呢 都先后的出现过 所以呢 大家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朱祁镇以后呢 就是成化皇帝朱建申 就是那位专宠万贵妃的那位皇帝 再以后呢 就是明孝宗 就是那位和张皇后过一夫一妻生活的那个皇帝 明孝宗以后呢 就是他的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郑德皇帝明武宗 就是那位喜欢在报房里唱卡拉OK 后来作死在了报房里 此的时候连儿子都没有的 那位郑德皇帝诸侯照 因为没有皇子继承皇位 所以呢 皇位这个大馅饼就啪了一下 拍在了郑德皇帝的堂帝 朱厚聪的脸上 他也就是明世宗嘉敬皇帝 嘉敬皇帝 虽然晚期爱吃丹药 但是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药 是越吃越精神 他总共执政了45年 皇位就传给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龙庆皇帝 龙庆皇帝仅仅执政了六年时间 皇位就传给了继任者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在位时间更长 总共在位了48年 成为了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皇帝驾崩以后 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子朱长罗 可能朱长罗觉得他父亲在位时间已经这么长了 他们父子二人如果再霸着皇位时间太长了 不太好意思 所以呢 他在位一个月就驾崩了 皇位就传给了天启皇帝 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位木匠皇帝 天启皇帝以后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崇祯皇帝 在公元1644年吊死在了北京眉山 所以大家看啊 其实这16个皇帝呀 听起来挺多的 但是呢 结合剧情和以前我们讲过的视频节目 一点也不难及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海禁呢 是因为贸易不平等吗 肯定不是 因为当时明朝的丝绸啊 茶叶啊 以及一些粮食啊 在国际市场上都是热门货 按我们现在的话讲 明朝那时候绝对是贸易顺差 之所以实行海禁 可能有以下这些原因 第一个呢 从短期来看 是为了应付当时的朱元璋的对手 同是袁末起军的张世成和方国珍的骚扰 因为方国珍以前就是广东地区的海盗 而张世成的势力范围呢 也是在长江下游沿岸 所以呢 他们在沿海的地区呢 都有很多的支持者 他们的残余势力呢 也经常在海边骚扰明朝的州府 而明朝呢 那时候北边并不安宁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 虽然被赶出了大都 但是呢 仍然盘踞在北方草原 而且还统率着一支成建制的部队 所以朱元璋呢 可能就考虑用这种决绝的方式 先解除南方的后患 然后全力对付北原政权 这是从短期上来看 从长期角度来看 那就要说出朱元璋本人的性格特点了 朱元璋这人呢 大家都知道 出身韩威 是韩威的 不能再韩威了 他是沿街乞讨 最后加入了郭子怡的起军 才算慢慢的混出了头 这个成长经历呢 就决定了他第一 他没有受过一个很好的教育 第二呢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使他对稳定的生活状态非常的向往 他认为如果有一块土地的话 那么自己就不会过这种四处流浪的日子 在他登记以后 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 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他的这段生活经历 对他的政策制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比如说朱元璋是种农青商 他认为老百姓就应该种地 什么打鱼呀 在海上跟别人做生意啊 这些都是不务正业 其实朱元璋的真正目的 就想把所有的老百姓都束缚在土地上 这样呢 对于他来说就比较容易统治 如果像以前那样渔民们还在进行海外贸易的话 那么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贸易组织 而这些民间组织对朱元璋的统治是很有威胁的 朱元璋是从袁末过来的 他知道这些民间组织最终会对他的政权造成威胁 他自己也曾经说过 说胡元以宽而失 朕收平中国 非猛不可 除了这个海禁法以外呢 朱元璋还实行了支钉法和录音法 所谓支钉法呢 就是你身边左邻右舍 他们家里几口人 男的女的做什么职业的收入多少 你作为邻居都要非常清楚 随时准备接受官府的盘问 所谓录音法呢 就是一般农户 如果你离开家门一里以外 你就要申请录音 而且你还要让你的邻居知道 你什么时候走 你什么时候回来干什么去等等 一切细节都要告诉你的邻居 否则的话 你和你的邻居都要受到惩罚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朱元璋统治期间 整个的大明王朝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 通过这些酷法 明朝的统治者呢 是以牺牲社会活力以及社会效率的代价来稳固他们的统治 在思想界呢 城主理学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 八股文呢 也成了科举的主要的考试形式 由此呢 也产生中一大批不问世事 只知道摇头晃脑的那些俯儒 在这两百年间啊 可以说整个社会是处在一种保守僵化的状态之中 虽然中间不时有永乐之志啊 人轩之志啊 红星之志啊等等 但是呢 这种紧固的状态一直也没有减轻 如果用一个人来形容一个朝代的话 那么明朝这个人性格中就有着保守僵化 固不自封这些个性特点 但是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明朝也有他自己好的地方 明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朝代 在这276年间 明朝是不和亲 不纳贡 不赔款 不割地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骨气的朝代 只可惜啊 明朝这个人呢 可以说是生不逢时 他正好出生在了这么一个整个世界都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以及随后的文艺复兴促成了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明朝本身个性上的弱点 比如说保守僵化 在这个特殊时期就会被大大的放大 所以到了明朝中期以后 确切的说是在土木堡之变以后 明朝就已经全面的落后于欧洲 刚才提到朱元璋实行海禁的原因的时候呢 还有一条我没有提到 就是海盗的横行 实际上就是倭寇 这时候的倭寇呢 基本上都是日本人 历史上称之为真窝 有真窝自然就会有假窝 这个呢 咱们一会再说 日本这时候呢 正处在南北朝时期 没错 日本也有南北朝时期 就是南北各有一个天皇 在他们各自背后的幕府支持下 相互之间是征战不休 那些在战乱中打了败仗 或者失去了领主的那些武士们 就跑到了沿海地区 成了海盗 这些武士 他们最早的抢劫对象呢 并不是针对大明 而是针对着当时的高丽王朝 为什么针对高丽呢 那是因为高丽曾经侵略过他们 他们之间有仇 没错 朝鲜确实侵略过日本 不光是朝鲜曾经侵略过日本 就是中国也曾经侵略过日本 而且不止一次 是两次 而且是中国和高丽两个国家联合入侵日本 那么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这是发生在元初的时候 所以说 除非你认为元朝不在中国的历史序列中 否则的话 就必须要说 中国也曾经侵略过日本 说到这儿啊 可能有的朋友知道 我可能又要跑题了 跑就跑啊 反正今天的主题的内容呢 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就有更多的时间呢 咱们跑跑题 话说啊 这是在公元1271点 这时候呢 忽必烈刚刚建立了元朝 忽必烈一边对南宋用兵 一边对南宋周边的蜀国 像琉球啊 战城啊 日本啊 都派出了使者 让他们向元朝表示臣服 让他们朝贡 但是呢 这些国家呢 都没有回应 高丽王朝这时候已经臣服于忽必烈 所以忽必烈就让高丽王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日本的天皇 但是这封信呢 竟然是时辰大海 没有任何回音 后来忽必烈又先后派出了几批使者 使者官位也是越来越高 但是一直也没有收到回音 其实啊 日本方面已经收到了忽必烈的信 之所以一直没有反应呢 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当权者呢 对忽必烈的这封信呢 是非常的气愤 忽必烈在信中啊 说 神佑大元 让我们一统天下 你们区区小国 还不赶紧过来臣服 说我现在已经登基了 你们怎么还没有派一个使者过来向我祝贺 而且还暗示说如果你们再不来的话 我可真要动武了 虽然说我忽必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忽必烈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我估计这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最让日本人不能接受的是 忽必烈称他们的天皇为日本国王 国王地位再高 也不过就是一个人 而天皇那是一个神的存在 你忽必烈口口声声说神佑大元 神佑大元 你们那个是什么神 你们那个在我们日本人看来就是神经病的神 我们的天皇才真正是神的后裔 是天诏大神的子孙 那么这个天诏大神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日本古书记载 神灵居住的地方叫做古天园 在古天园里面有两位神灵 一个叫伊耶纳奇 一个叫伊耶纳美 这两个人是兄妹 这两位神后来被更高的神委派去创造日本本土 于是呢 他们两个人就结成了夫妻 首先呢 先生出了日本本土 然后呢 又给这块土地呢 生了一些神灵 最后伊耶纳美在生火神的时候呢 不小心被烧伤了 后来就去世了 他的哥哥伊耶纳奇就一个人生活 时间久了呢 就非常的思念自己的王妻 所以呢 就去了黄泉之国去寻找纳美 见到纳美以后呢 就诉说自己对他的思念 希望他能够跟他一起回去 纳美说呢 我也很想回去 这样吧 你先等一等 我去跟黄泉之神去商量商量 伊耶纳奇呢 就在洞口一直等候 左等不来 右等也不来 后来出于好奇 他就走进了洞里 于是就看见了恐怖的一幕 他的那个曾经美貌的妹妹兼妻子 如今呢 已经是一堆腐肉 是丑陋不堪 纳奇看到以后是扭头就跑 看来颜值还是战胜了爱情 纳美呢 也很生气 在后面呢 就追 一边追一边说 你不是爱我吗 难道我这样你就不爱了吗 纳奇一边跑 一边回头跟纳美说 我倒是很想爱你呀 但是大姐 你能不能换一张面膜 在此啊 我要奉劝那些年轻的男性观众朋友们 在自己的女朋友卸妆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面部管理和行为管理 如果你的女朋友问你她卸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 你一定要说你卸妆前跟卸妆后完全是判若两人 要说化了妆的她是妩媚动人 而卸了妆了就变成清纯可人 总之都是绝代佳人 如果你有足够强的求生欲 记着一定要这样说 如果你露出一个惊恶的表情 那我估计你的下场会非常惨 咱们接着说 这对你追我敢的兄妹 哥哥伊耶纳奇终于跑到了黄泉之国的门口 然后呢 他用巨石把这个门给堵上了 妹妹伊耶纳美追不上哥哥就发了毒誓 说从此以后我要每天杀一千个日本人 哥哥纳奇也不失落 而且数学明显比他妹妹好 说你每天杀一千 我就每天生一千五百个日本人 这样的话 日本民族就能够繁衍下去 伊耶纳奇终于逃出了升天 后来呢 他来到一个河里头 去洗身上的污迹 在他洗自己的左眼的时候 就生出了一个大神 他就是天照大神 又是太阳神 洗右眼的时候呢 又生出了一个神 叫月亮神 后来洗鼻子的时候呢 也生出了一个神 叫虚左之男 等于就是洗脸这功夫呢 他就生出了三个大神 两女一男 后来天照大神又和他的弟弟须左之男生了几个儿女 其中天照大神的第六代子孙就是神武天皇 也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任天皇 这个呢 就是日本天皇的来历 日本应该说是没有朝代更迭的 万事一系一直就是天皇 虽然说很多时候呢 天皇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利 但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一直是天皇 从刚才这个神话传说故事中啊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日本天皇的先祖呢 都是兄妹通婚 近亲繁殖 其实啊 在很多的文明的传说中 兄妹通婚呢 并不稀奇 比如说中国的福西女娲也是兄妹 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类似的传说 这个呢 并不稀奇 毕竟只是传说嘛 再以后呢 为了保证皇室的血统纯正 不管是中国也好 还是日本也好 都不可避免的有很多的近亲结婚的现象 但是日本在这方面呢 似乎走的比其他的文明呢 要更远一点 或者说更过分一些 比如说兄妹结婚 日本的第三十代天皇叫敏丽天皇 她的夫人推古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 后来推古自己也成了天皇 也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天皇 而且啊 中国皇室的近亲结婚呢 一直奉行的是同性不婚的原则 而日本天皇呢 没有姓氏 而且他们通婚的对象呢 通常是选择自己父系这边的亲属 而不是母系这边的 这和中国呢 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至于长期近亲结婚以后 有没有给她的子孙带来什么后遗症 这个呢 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查一查就可以知道了 我就不多说了 说完了天皇 咱们继续来说忽必烈 忽必烈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恼羞成怒 于是呢 在公元的1274年 就联合高利国一起发动了第一次对日战争 两个国家联军是越过了对马海峡以后 在日本的对马岛登陆 登陆以后就遇到了日本武士的祖籍 日本军队有多少人呢 来的真不少 总共有八十多个人 是当地的一个领主带着他的八十多位的武士 就迎上了三万多人的蒙古和朝鲜联军 那时候的日本武士呢 一般是配一把长刀 配一把短刀 然后背后呢 还插着很多的剑 一般来说 两个武士遇见了 如果看着对方不顺眼 或者以前有仇 那么两个人要比武之前呢 首先是要通报自己的家门 告诉对方 我是谁谁谁 我的领主是谁 然后两个人就骑着马转圈 一边转圈 一边互相射箭 一般来说呀 这个射箭的过程呢 是射不死人的 只要你不躲 基本上就射不着你 建设完了 两个人就开始厮杀在一起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刺刀见红了 这次遇到了元朝的大军 日本武士呢 还是依照自己的传统 一边是往前冲 一边呢 爆出了自己的家门 同时问对方 你们是什么人 姓什么 报上名来 可是元朝的士兵哪管这些乱七八糟呢 元朝人善于射箭 而且呢 射成比日本的箭呢 要长一倍有余 所以日本的武士被射落于马下的时候 才看到天空远远的飘来五个字 我也不知道 这就是元朝士兵的回答 其实啊 这还真不能怪元朝士兵撒谎 元朝士兵真的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因为大多数蒙古人只有名没有姓 所以啊 这位日本武士只能是自认倒霉 他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元军刚开始的进攻呢 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虽然受到了一些抵抗呢 但是抵抗的力量呢 是单薄的 而且是分散的 但是继续再打下去 元军遇到的阻击呢 就越来越强 日军也变得越来越多 这时候元军的后勤补给呀 也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元军将领们就决定先回船上去休息一刻 然后再做决定 但就在当晚他们上船以后 突然刮起了超大级的台风 台风掀起的巨浪 把他们这些只适合于在内核航行的船 拍向了岸边的礁石 被拍的粉碎 船体破裂 还有很多船只呢 直接被巨浪成180度的掀翻 总共有13500名联军的士兵葬身于海底 在这场被日本称为文勇之义的战争呢 以元军和高力军的惨败而告终 去年新发行的一款游戏叫对马岛之魂 或者叫对马岛之鬼 这款游戏的时代背景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文勇之义 元朝军队和高力军队第一次入侵日本 那么这是不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受来自大陆的入侵呢 说起来呢 还不应该算是 第一次呢 应该是发生在公元11世纪 中国这边的是在北宋年间 日本的北九州地区 遭受到了来自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 叫刀夷的 当时的刀夷人大概有3000多人登陆日本 在那里是烧杀劫掠一番 后来是全身而退 当然了 也有一种说法是被当地的日本军队给驱逐出去了 刀夷族呢 据考证有可能是后来的女真人 这次事件呢 就叫刀夷入寇 这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受来自大陆的入侵 在第一次元日战争时间呢 日本呢 还处于幕府时代 武士们呢 又从属于不同的领主 又叫大明 所以呢 他们的战斗力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 但是呢 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 还是给当时的援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这日本武士啊 大家可能很快就会想到了战败后抛府 那么为什么日本武士战败后会抛府 而不是抛其他的地方呢 这是因为啊 他们认为他们的灵魂就在自己的腹部 所以呢 他们就要在死的时候 把自己的灵魂释放出去 日本除了有男武士以外 还有女武士 又叫姬武士 这些人呢 通常是贵族的子女 或者是武士的妻子 武士阵亡以后 在前方兵力不足的时候 他们也会同样的穿上铠甲上阵杀敌 但是这些女武士 他们在战场上的生活 比男武士还要悲惨 他们不光在白天要上阵杀敌 晚上的时候呢 还要为他们的将军 或者他们的高级军官侍寝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也得不到和男武士一样的荣誉 在他们决定要去自杀的时候 他们是不可以去抛府的 抛府是武士的荣誉 而他们呢 是没有资格享用的 只能采取刺穿自己的喉咙或者胸膛的方式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一次对日战争失败以后呢 忽必烈并没有更多的责备他的将军们 对于他来说 第一次不过是投石温路 他还在酝酿着第二次更大的进攻 但是在第二次进攻日本之前 忽必烈首先发动了对南宋的灭国之战 对南宋的这场战争的内容很多 我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述说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终身不忘 一次是当援军进攻湖南的潭州 湖南的潭州就是现在的长沙 当时的潭州里面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南宋最高学府岳禄书院 当援军攻城的时候 岳禄书院里仍然能够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而当城破之师 那些刚刚还在学习圣人文章的学子们 就放下了手中的笔 找到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 冲出了学校 冲向了那群如狼似虎的援兵们 当时岳禄书院的全体学生要么战死 要么自杀 无疑被俘 无疑投降 700多年以后 也出现了一批和这些岳禄书院的学子们情况有点类似的热血男儿 他们也是出身于名校 有的还是出身于名门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 他们有的人可能会成为政界的巧鼠 有的人可能会成为商界的名流 他们先天所具备的条件 已经为他们铺就了美好的未来之路 可以说是虔诚似锦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他们毅然决然的投笔从容 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和最凶残的敌人 在中国的大地上空 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杀 他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是战死在了沙场 这些人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空军 他们中的阎海文在自己所驾驶的飞机坠毁以后 自己跳伞却落在了日军的阵地 当四周的日军包围上来 企图活捉阎海文的时候 阎海文举枪击毙了两名日军 然后大喊着中国无被俘空军 最后引弹自尽 壮烈殉国 这些人并不是某一个党派的英雄 某一个党的精英 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英雄 整个民族的精英 谁敢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华 由此啊 我又想到了在一战时期 在战场上 英国贵族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平民的死亡率 当时平民战场死亡率是12% 而英国贵族子弟的死亡率是在20%以上 大家所熟知的伊顿工学 这是一所贵族学校 他们的学生 也就是那些贵族子弟 战场的死亡率居然高达了45% 至少有三个英国上议院的贵族 在一战中失去了他全部的继承人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绝后了 很多时候贵族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那些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 但我想真正的贵族是那些有信念 而且能够坚守的那批人 他们是一个社会的脊梁 也是一个社会的正气所在 特别是在现今的社会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有钱人 也不是有权人 更不是有钱有权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贵族 真正的精英 刚才提到了崖山 崖山海战是南宋灭国前的最后一战 当陆秀夫看到了败局已定的时候 他不想让当时只有几岁的宋墨帝赵炳 像以前北宋时期的宋徽宗宋清宗那样 在他国受辱 使大宋蒙羞 所以就抱着小皇帝投海自尽 随行的八百多名的官员以及后宫人员也先后跳海自尽 而一直跟着南宋朝廷辗转奔波三年多时间的那几万名百姓们 在看到了自己的君王已死 大宋再无君可立的时候 毅然的选择投海自尽 也绝不投降 崖山海战之后 海面上浮尸十万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民 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那个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 他们在其他的国家 在其他的民族身上 可曾见到过这样的场景 我是不同意崖山之后再无中华的这个说法的 这个呢 我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曾经说到过 但是呢 我也承认南宋的灭亡 是中华文明一个向下的拐点 自那以后 那个曾经自信开放宽容的民族不见了 那个商业发达 文思全勇的社会不见了 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也不见了 抱歉啊 这次跑题跑得有点远 而且呢 还有点小激动 让各位见笑了 忽必烈在灭了南宋以后呢 就开始计划发动对日本的第二次作战 在第一次对日作战的七年以后 忽必烈调集了十七八万的大军 发动了对日本的第二次作战 不过这次呢 日本方面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南宋的灭亡为日本的幕府的将军们敲响了警钟 这次呢 他们真的团结在了一起 而且呢 他们在海边呢 还筑起了一个微缩版的长城 以抵御援军 有人说呀 当时日本在得知南宋灭亡的时候 是举国哀悼 而且呢 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 举国吃素 不吃肉 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有点夸张 南宋当时和日本的经贸关系非常的好 南宋时期的货币 铜钱 在日本呢 是硬通货 可以畅行无阻的 但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呢 只能说是一般般 至于说当时日本举国吃素 这个呢 和南宋灭亡没有什么关系 这和当时的日本天皇信佛有关系 这个日本天皇信佛以后呢 就要求他的国民都要吃素 牛羊猪肉都不可以吃 但是呢 可以吃鱼肉 据说日本的海鲜寿司做的特别好吃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援军的第二次对日作战是付出了极大的伤亡的 就在两军僵持不下的时候 又是一股神风刮来 援军的舰船大部分被毁 在遗弃了十万多名士兵以后仓皇的后退 至此第二次元日战争 历史上又被称为洪安之战 以日军的完胜而告终结 这又是一场被神风结束的战争 二战时期日本的神风特工队 就是由这两场海战而得名 虽然说第二次对日作战又失败了 而且死伤的更为惨重 但是呢 忽必烈一点也不心疼 为什么呢 他这次派过去作战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高丽 女真 北方的汉人和南宋投降的部队 领军的统帅之一叫范文虎 他是南宋的大奸臣贾四道的女婿 所以忽必烈这招也算是借刀杀人 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 明朝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又怎么样呢 实际上是真的不怎么样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朱元璋怀疑日本暗突明朝的宰相胡维雍 胡维雍一案呢 也是明朝开国初期的一桩大案 牵涉到了很多人 有几万名官员被杀 其实说白了就是朱元璋想杀那些开国的功臣 这一刀呢 是先砍向了胡维雍为代表的那些文官 再之后又爆发了蓝羽一案 这次呢 是两万多名的武官被朱元璋剪除了 朱元璋因为怀疑日本和胡维雍有勾结 所以他说日本不实在 明面上是朝我进贡 实际上是意图不轨 所以故觉知 意思呢 就是我不跟你玩了 这也为日后的窝患埋下了伏笔 刚才我们提到 日本的那些浪人们最早洗劫的是高丽的海岸 但是后来呢 他们发现呀 抢了半天 除了泡菜还是泡菜 所以呢 他们想抢点更值钱的东西 于是呢 就开始在明朝的海岸线抢劫 因为朱元璋实行了海禁 几年以后的不良效果就完全的呈现出来 那些失去了海洋 失去了毛生手段的老百姓们 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 就加入了海盗的大军 所以到了嘉靖年间 这也是倭寇最猖獗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 所谓的窝寇有十之七八都是中国人 他们又被称为假窝 于是后来就有了明朝的大猛人胡宗宪 又谱汪侄 杀了汪侄以后 反倒使窝患愈演愈烈 于是又有了另外一个猛人的出现 这就是七济光 关于七济光抢窝的事情呢 咱们在日后的节目中呢 再跟大家慢慢讲 那么最后倭寇是不是都是被七济光杀光的呢 其实并不是 而是因为到了龙庆元年 龙庆皇帝在各方的压力下 开放了粤港 这么一个小小的港口 但即使是这么一个小港口 也使整个海岸线的窝患的压力顿减 所以说呀 正是当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导致了窝患的猖獗 不知道朱元璋在九泉之下 知道了他的这一政策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以后 他的脸会不会拉的更长了 这是开具玩笑 朱元璋可并不是邪靶子脸 大家看到的朱元璋的那些邪靶子脸的画像 纯属伪造 真正的朱元璋长的可以说是方面大耳 还是有几分帝王之气的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跑了不少题 希望大家多多见谅 在节目的最后啊 我又突发奇想 我想如果能够做一个时空的置换 就是把明朝放到了宋朝那个时期 把宋朝放到了明朝这个时期 让宋朝以他的开放的思想和政策来迎接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那么结果是不是就会大不一样呢 这个呢 我也是突发奇想 还没仔细的想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帮我想想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别忘了按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的视频一出来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好的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